各位朋友們好 今天你看到地上有一個這麼大型的顯示屏幕 其實它是一米乘兩米的顯示屏幕 它不是一架電視機 為何我會組裝了一部這樣的顯示屏幕在地上 就要和你詳細講一下 其實那個視言就是這樣的 大家都知道卡路斯除了是一個科技老師之外 還是一個音樂老師 最近有一位粵劇的名靈 謝曉瑩小姐 她就知道卡路斯在IT教育和STEM教育方面都有工作 而且也是一個音樂人 她就問到我一個問題 她就問我有沒有方法 幫她在表演粵劇的時候 在舞台上 利用IT或者STEM去做出一些特別的效果 這方面對我來說是比較新鮮的 雖然我沒有一個真正的實際經驗 但我都曾經在網上看過很多這方面的實作 其實可以這樣說 做粵劇舞台和做音樂劇舞台 或者歌劇舞台 那個要求都沒有兩樣 而在外國很多大型的音樂劇表演上面 其實都用了很多IT方面 或者STEM方面的技巧 例如全式投影的技術 或者一些大型的顯示屏幕 去做出一些舞台場的特別效果 既然對方有這樣的要求 於是我們就實地去了她們排練的地方 去看看她有什麼要求 下車了來到這裏 是徐峰的華達工業中心 往這邊上去找謝曉迎 在這裡補充一下 謝曉迎小姐是香港著名的粵劇藝術家 她和她先生高潤雄先生 是凌霄樂團的創辦人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到凌霄藝館 即是她們排練的地方 我見到謝曉迎小姐 這裡就是一些衣箱 做戲人的衣箱 她就會跟我說這裡的舞台有什麼要求 那片鏡是皇帝賜給我 去看法一個俊男 你好好 即是你俊男好找老公 嗯嗯 然後她這個鏡子就會是一張 那我就可能這一邊演區 就會有一幫人 嗯 我就想拍著這幫人 她不用很清楚 但是想扔上那片MIRROR 即是說 如果我這幫人 我在這裡有個手機拍著她 類似 只要這樣都想去 同步就行了 我大致上知道 現在最主要就是這個東西有多大 有多大觀眾才看到這個是問題 那終於在她位舞台助手Stella大令之下 我就來到下一層她們劇團排練的地方 根據她們所說 這個排練的地方的大小 應該跟舞台差不多 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我從來沒有幫劇團去想過一些報警 或者 一些特效的怎麼做 這裡要釣一塊壁下來 而在這個位置 就有人演戲 有手機拍了她 就投射上來 對 這樣我覺得都可以了吧 我和Stella 嘗試用一個投射機 投射在一塊白板上 看看能不能夠做出一面鏡子的效果 效果當然不太好 所以最後我們都決定轉用LED的電視牆 了解了要求之後 我會當這是一個處境 去想法設計和製作一些東西 去解決問題 於是我就上網做了一些調查 有關於大型的LED屏的資料和細節 從而由不懂得學到懂為止 不如現在跟大家看看 這個LED屏的配置究竟是怎樣 經過了一段很長時期 和Stella的討論 再在網上做諮詢 找廠家 終於我訂製了四個P4LED的雙體 支架以及前套控制器 裡面包含了什麼 安裝起來 到底又能不能夠達到劇團的要求呢 我現在正打算一一為大家展示 首先大家現在看著這部寫著 NovoStar的 Rex Science的儀器 它是一部處理器 也是整套電視場的核心 包裝裡面除了有說明書 還有很多連線 因為這部處理器 可以容許USB HDMI VGA 等等不同的輸入方式 換句話說 就是你的電視場 想展示什麼影像都可以 然後我要拆的就是支架 由於我也是第一次訂定這種電視場 而且我們都未想清楚 電視場怎樣組裝 怎樣擺放 所以這個支架未必合用 而且好話不好聽 放在舞台上用 然後正正是做一塊鏡 MIRROR 我相信將來演出的時候 支架一定要做得很紮實 真是大家理事說句 不要再出現MIRROR事件 好了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氣肉了 就是我訂製了這四個箱體 我在這裡簡單解釋一下 什麼叫箱體 大家都知道 大型的LED板 是由小塊的一塊發瓣陷出來 如果長期裝在禮堂 或者表演場地的後面 你傷死它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拆 但是由於劇團 不是在自己主場演出的 他們在11月底 是要去西九的戲曲中心演出 因此我就需要廠家 將一塊的LED 陷入這些箱體裡 而我們總共訂製了 4.1米乘半米的箱體 箱體放進箱裡 運送去表演場地 就比較方便 而箱體與箱體之間 有千絲萬縷的連接 現在就等我和同學 一起把配件拿出來 安裝和試驗一次給大家看看 我首先把兩塊箱體打動放置 箱體與箱體之間有凹凸 應該很容易對到位置 對好位置之後 就把箱二箱之間的鎖頭 按壓下去 然後拎實 每一邊有兩個這樣的鎖頭 拎實之後 兩者就不會分開 但是即使是這樣 這兩個鎖頭都是為對位 是絕對沒有支撻的能力 所以箱體即使要放在地上 都要靠這些配件 安裝在支架上 無論你連接多少個箱體 都要用一些橙色的電源線 將箱體與箱體之間連接起來 根據計算 每個箱體大約用1A的電流 兩個就是2A 總電源線插去一個13A的插數 應該沒有問題 好了 接著就過來看一下這個處理器 不用看說明書 你都會用的了 因為面板上寫得很清楚 HDMI IN DVI IN VGA IN USB IN 等等 如果電腦輸入 就隨便插個HDMI 已經完成了 旁邊這個就是輸出 而輸出的箱體 就是用網線 即是RS232頭 接過去左手邊這個箱體 而箱體與箱體之間 又要用RS232線連結起來 如果要操作兩個箱體 這樣已經完成了 不過是否很簡單呢 但第一次我接上一部PC電腦 得出的效果就是這樣 首先當初顯示就不正常 接著播到影片 比例又不對 好像抖音那些長腿人 於是我就跟同學 開始研究怎樣調教的處理器 先把箱體裂數 這個 第2個 4 接著去下方 4 可以 好 終於得到正常的顯示 撕完兩個箱體之後 我們又接駁第三個箱體 做法都是一樣 不過箱體的多少 長和闊的排列 至於橫放或者樹放 每次更改之後 必須要在處理器那裏設定 三個箱體打動放 砌出來的比例就是1米半乘1米 即是3比2的畫面 而四個箱體打動放 砌出來自然是2米乘1米 2比1的效果 好 接著我們要試驗的 就是怎樣做無線的投射 因為在舞台上 我們都想做到 無線可以投射到畫面上去 所以我接駁了Apple TV 設定了之後 用iPad投射上去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過很明顯 iPad的比例 就跟我現在的電視場 不相襯了 所以兩邊留了黑邊出來 但是打開camera 就很明顯可以把畫面投射上去 就應該可以符合到 謝曉瑩瑩小姐要求 將人間的景況投射上 一面鏡子的效果 大家有可能發現 這個LED的顯示 微粒是有點粗的 確實因為這次我訂了的是P4 LED 表示每一粒LED之間 是4mm 但是只要觀眾 距離LED電視場 4米以外看 就絕對看到是高清的 禮堂弄過這樣也不錯 十塊這樣的東西 就可以鋪到禮堂下面 至於動用MacBook來投射 就完全正常了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畫面 就沒有黑邊了 電腦放影片都是沒有問題的 經過同學生連日的安裝和試驗 現在終於有這樣的成果 希望這塊大型顯示片 很快就可以在 謝曉瑩瑩小姐的表演上 生出它應有的效果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老師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一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